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到 北京是出现了紧急情况 习近平可能在七中全会发起了准政变 这时候老领导们就要紧急出手压制 如果是压制不妥的话 北京或许会有大乱 那么今天的情况可以说是多云转情 看来老领导还是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习近平的最后反扑或者说这个准政变 基本上是已经被瓦解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的新闻 昨天10月9号中午13点 新华社突然发了一条新闻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 9日上午在京召开 这条新闻非常的简短 只有126个字 他这样说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 9月上午在京召开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 向全会做工作报告 并就19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 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稿 向全会做了说明 王沪宁就中国共产党张成修正案讨论稿 向全会做了说明 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新闻 因为七中全会还在召开期间 他就发表七中全会的新闻 这是违反中共的规矩和纪律 不少人认为新华社这个新闻只是一个报道七中全会召开的新闻 报道了七中全会开会的细节的事实报道 新华社的这个新闻说 七中全会10月9号上午召开 习近平和王沪宁分别就20大报告讨论稿和修改党章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要注意这里新华社他用的是完成时 就是说习近平和王沪宁他是已经做了说明 就是他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 因为新华社的发稿时间是10月9号中午13点 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和王沪宁已经向全会做完了他们的说明 也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习近平和王沪宁在10月9号上午是向全会做了这些说明 所以新华社的这个新闻稿就是一个事实报道 他就是告诉我们在10月9号上午习近平和王沪宁向全会做了说明 在七中全会结束之前对七中全会进行事实报道 这当然就是违反中共的纪律和规矩 也正因为如此 10月9号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10月10号上午 人民日报都没有转发新华社的这条新闻 昨天10月9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没有报道新华社这条所谓七中全会的新闻 完全不提七中全会召开的事情 当然了新闻联播没有报道新华社这个新闻 也是因为老领导紧急出手干预的结果 今天10月10号早上人民日报同样也没有报道 新华社这条七中全会的新闻 也是完全不提七中全会召开的事情 人民日报配合中央电视台 他没有转发新华社的那个关于七中全会的新闻 应该说这是老领导紧急出手干预的结果 那么我们看今天晚上10月10号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是继续没有报道任何关于七中全会的事情 这也就说明了老领导们是基本上控制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 他们都没有跟随新华社配合习近平来搞反托 而且人民日报还配合中央电视台一起抵制新华社对习近平两个确立的吹捧 昨天10月9号新华社就推出了一个吹捧拥戴习近平的报道 强军十年大事纪出版发行 新华社的这篇报道说 全军官兵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10月9号央视新闻联播转播了新华社这个报道 强军十年大事纪出版发行 但是央视新闻联播转发新华社这个报道时候 特别把其中两个确立的一段话给删掉了 就是故意不提两个确立 这也就表示中央电视台没有配合新华社去对习近平进行拥戴吹捧 而是他是抵制对习近平进行吹捧和拥戴 同样的今天10月10号人民日报也转发了新华社的报道 强军十年大事纪出版发行 他居然把这个如此重要的新闻是放到了第二版 这就是有意降低这条新闻的重要性 而且人民日报在转发新华社这篇报道之后 他标题还没有用粗大的字体 这更是对这个新闻的重要性降级 我们扩大一下人民日报的版面 10月10号人民日报第二版的新闻 强军十年大事纪出版发行 它的标题明显比其他的新闻的标题字号小了两号 而且他还没有用粗体字 这就是人民日报故意降低这条吹捧拥戴习近平的新闻的重要性 昨天10月9号央视新闻联播呢 居然还没有播发习近平出书的信 过去一段时间 每次习近平出书都是作为央视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来播出 可是昨天央视新闻联播反常的 他没有播发习近平出书的新闻 我们看今天10月10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文版出版发行 这条新闻说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为更好的翻译宣诫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教育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 教育部组织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的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文版 以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也就是说10月10号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新闻 它是转发了新华社10月9号的重磅新闻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的英文版出版发行 按道理说这一条新华社10月9号的重磅新闻 而且人民日报也是把它视为头版头条的重要新闻 那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是应该播出的 而且应该作为头条新闻来播出 这样才符合过去北京官媒吹捧习近平的规矩 可是10月9号央视新闻联播 没有播出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文版出版发行 这个新闻 今天10月10号央视新闻联播 同样没有播出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文版出版发行的新闻 所以他就是跟随又不播这个新闻了 他只是播了习近平向外国元首致贺信的新闻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文版出版发行 这条新闻是作为新华社的重磅新闻 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新闻 可是央视新闻联播居然不播报 这就是对习近平吹捧宣传的一个大将级 看来中央电视台要带头 对习近平的吹捧宣传进行降级了 这也就说明老领导们出手了 他们不能继续容忍北京官媒对习近平肆无忌惮的那种吹捧和宣传 另外今天10月10号央视新闻联播 是播出了习近平致电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 就是祝贺他连任奥地利联邦总统 那么不少人就关注连任这两个字 似乎习近平祝贺别人连任 就是暗示他也要连任了 这显然就是一个过度的解读了 过去习近平祝贺外国元首连任 其实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9月8日习近平致电安格拉共和国总统 祝贺他连任安格拉共和国总统 所以呢习近平今天这个连任的贺电 也只是一个单纯的巧合而已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到 昨天中午新华社为什么他要违规违纪 来发表一个习近平关于七中全会的新闻呢 表面的目的就是为了突出一句话 就是说习近平就二十大报告讨论稿 向全会做了说明 因为习近平就二十大讨论稿 向全会做说明这件事 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暗示习近平铁定连任了 这就是说新华社要向外界放风 要向外界放风 这个习近平连任稳了这么一个消息 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个目的啊 并不足以解释新华社违规违纪 来发表习近平七中全会新闻的动机 因为七中全会在两天之后 10月12号就结束了嘛 在七中全会结束的时候 当然就要发全会公报 这个全会公报就会写明 习近平就二十大报告讨论稿 向全会做说明这件事情 习近平没有必要连两天都等不及啊 他完全可以等两天之后 七中全会公报出来之后 再向人们展示他这个铁定连任的所谓证据 没有必要让新华社搞这种违规违纪的操作 而且还被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抵制 不转发新华社这条违规的新闻 搞得习近平反而是灰头土脸 所以我们按照常理来说 是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连两天都等不及 那为什么习近平连两天都等不及呢 如果从习近平发起反扑 发起一个准政变的角度 那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习近平要在七中全会上发起反扑和准政变 他必须在会议一开始就进行 他不能等到两天之后 两天之后会议都结束了 会议公报都发表了 这个时候他要再搞反扑那一切都晚了嘛 所以习近平的反扑和准政变 他绝不能等到两天之后 一定要在全会公报发表之前 他就要拿到他的这个结果 所以呢 从这个反扑或者准政变的角度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习近平两天时间他都等不及 一定要在七中全会开会的当天 就把他的新闻给发出去 关于习近平发起反扑和准政变的事情呢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说过 今天也就不再重复了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习近平的反扑和准政变已经被老领导给压制住 今天新华社就没有再继续发表新的习近平的新闻了 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对习近平的吹捧宣传也降级了 这些都说明了老领导出手了 他把整个的形势给控制住了 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还走得更远 习近平出书的新闻都没有播出 这就表明老领导确实起到了这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把现在目前北京的形势给稳定住了 这就再现了上一次习近平反扑的情况 上一次9月8号 习近平让刚刚晋升空军上将王强来担任北部战区司令员 而原来的北部战区司令员李乔明突然被免职了 这就引发了军中的震荡 于是老领导们也紧急出手 就在第二天9月9号 在老领导的要求之下 就紧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就压制了习近平试图动用军队的企图 而且9月9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稿 不仅没有两个确立 连两个维护也变成一个维护了 也就是9月政治局会议的通稿 他只是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他不再提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 全党核心地位这个维护了 也就是说把两个维护变成一个维护 这就是党中央要让习近平退下去的决定性的信息 这次习近平出书的新闻 是作为新华社的重磅新闻 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新闻 可是央视的新闻联播居然不播报 这就是表示老领导进一步出手了 他们要遏制当前北京媒体 就是习近平他们掌握的媒体 对习近平肆无忌惮的吹捧和宣传 因为宣传部门是习近平掌控最牢的一个部门 一旦宣传部门被突破的话 宣传部门对习近平的吹捧降级的话 或者甚至不吹捧的话 这就说明习近平连任不但没戏 他体面的退场都有困难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